这辆价值54万的跑车刚开出停车场 瞬间变成破铜烂铁 好在黑人命印不仅没死 还从车上跳下 可怪物没玩够 巨大的触手伸出把黑人拖回 毫不犹豫直接吸食 剩余的人都看呆了 立刻驾车后退 在他们身后 还有一只散着蓝光的外星大章鱼 一个路人被光线吸引 脸上爬满斑纹 不由自主地上去送人头 他的弃则只能备身逃命 众人冲到楼梯口 回过神 大章鱼已经追上 男人也被蓝光勾了魂 关键时刻一辆车冲出 直接把大章鱼撞飞 先前被吞下的路人 自然还活着 众人费力从大章鱼嘴里 把他拽出 可章鱼也没死 只见章鱼掀开男人头骨 将他的大脑装进自己体内 立刻满血复活 幸存者趁机跑回地面 但一只更大的怪物 已经恭候多时 二话没说继续跑 失去了丈夫 路人的妻子也惨遭毒手 虽说幸存者又逃进了公寓 可一切又回到起点 几小时前 大壮带着媳妇贵分 来好友家做客 因为投资有道 大黑已是亿万富翁 按照上流人的习惯 夜里到了派对的时间 物业老哥卑微上门 提醒噪音太大 大黑的妻子金发姐通勤达理 派对只好作罢 趁着酒精上头 贵分告诉大壮自己怀孕了 猝不及防的消息吓坏了大壮 夫妻俩起了争执 可更猝不及防的事情发生了 凌晨 贵分被孕吐催醒 他发现窗外蓝光炸现 紧接着 楼房开始震动 突然客厅传来了尖叫声 大壮跑出查看 却被蓝光吸引 他的瞳孔乌青 脸上布满斑纹 树道蓝光突然降落在城市之中 外星人又来入侵地球了 见到蓝光后 大壮身体不受控制 却向阳台走去 他瞳孔无亲 脸上布满斑纹 幸好大黑及时阻拦 他才躲过一劫 小美表示 他身旁的人 因为受到了蓝光的照射 居然凭空消失 大黑大窗一脸懵 为了弄清情况 他们决定出门看看 二人爬上楼顶 一抬头 只见蓝光再次降临 云团中 数艘宇宙飞船现身 如恶魔降世 巨大的犀利 把无数人类卷上了天 见情况不妙 大壮大黑撒腿想跑 可因为没有留门 他们都被困住了 与此同时 飞船驶出大量飞行器 二人很快就被飞行器发现 千军一发之际 贵芬及时出现 开门的瞬间 他直接和蓝光来了个面对面 大壮迅速关门 抱起妻子回到公寓 通过在楼顶拍下的照片 所有人得知了 外星人入侵的现状 大黑提议去码头坐游艇离开 可贵芬驳斥认为太冒险 但大黑不听却 执意要找隔壁老王借车 过程中飞天打章鱼现身 两人立刻躲了起来 这时 小狗因为害怕发出了声音 直接引章入室 并缓缓向他们靠近 小狗突然跳出被章鱼吞噬 老王为了救狗起身 送出双杀 回到家的大黑继续劝众人逃命 就在争吵不休时 自动设定的百叶窗缓缓升起 听到动静的章鱼又来了 开始对房间进行搜查 幸好躲得及时 随后一行人来到地下车库准备离开 结果还没逃出公寓 大黑和小美惨死怪物之手 几人躲进公寓 一切又回到起点 而大壮自从被蓝光照射后 他的身体逐渐开始变异 这让他忧心忡忡 好在第二天 人类驾驶的无人机大军出现了 在被外星人侵占的几天后 人类终于做出了反击 无数无人机向外星母体飞船冲去 而飞船内也释放出大量飞行器回击 一场恶战随即展开 尽管遭遇了大量消耗 其中一架无人机还是突破防线 顺利将核弹击中飞船 顺客间地动山摇 外星飞船严重受损坠地 这让众人兴奋不已 但下一秒 飞船居然重生了 并且更多的飞行器冲出 看来把外星人惹毛了 这时 军队的直升机出现 大壮想离开 可管理员老哥认为出去无疑送死 愤怒的大壮不顾阻挠 带上妻子向士兵发出求救 随后救援的直升机驶来 眼看生路就在眼前 噩耗再度出现 另一边 管理员决定和外星怪物同归于警 他放出瓦斯 冷库逃出火机 这时 对面楼顶的士兵火力掩护 他和怪物葬身火海 而大壮小狼口在天台也遭遇了怪物 凭借变异后拥有的巨大力气 大壮居然徒手砸烂了外星大钞鱼 但刚才被管理员炸伤的怪物又爬上楼梯 就在无路可逃时 一架坠毁的战机杂重将其引爆 看来人类的军队已经被彻底击溃 重新复活的外星母舰来到他们的头顶 释放出耀眼的蓝光 当再次醒来时 二人已身处飞船内部 这里满是血肉泥泥 贵芬亲眼目睹大壮的大脑被活活取出 身体则被丢尽废时 这些外星怪物沉迷于吸食人脑 可与常人不同的是 大壮的脑子闪着红光 甚至被怪物吞下后 大壮的意识侵占了怪物的身体 这一刻大壮变成了怪物 突然他听到妻子传来的尖叫声 原来怪物检测出贵芬怀有声韵 准备进行活体解剖 最终大壮救下了临死的妻子 并用熟悉的手势让他明白 自己就是大壮 好了 天际浩劫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阿怪的解说 点赞关注怪奇荧幕 我们下期再见